蔡岡閉幕的澎湖花火節 成功帶動觀光 七月有二十九萬人次來到澎湖 比去年同期成長超過百分之六十 疫情區換 但是還是不能出國 國旅成為臺灣觀光業的主力 旅行社合作郵輪業者 推出環島油 年初被疫情影響 先是賣便當 再來攜手農委會 推農產品 如今供國旅 不使郵輪更積極轉型 並強化國旅布局 赤資超過三千萬元 打造車隊 從原本六十輛 年底前渴望增加到一百輛 動作頻頻 讓雄獅八月營收 開始出現回升 來到三點九二億元 月增百分之三十三 而對手也效法 臺灣首家上市的鳳凰旅遊 力求轉型增加營收 跨足健身產業 首家健身房落腳信義區 預計將在十月開幕 我們轉型去做什麼樣子的行業 像有些旅行車要開健身房 有些旅行車必須轉型 我就專做國旅 這些旅行車也想盡辦法 讓自己的員工 讓自己的公司 能夠生存下去 旅行車拼轉型 不是為了賺大錢 而是透過新出路 能夠穩住營運 在疫情過後 才能有機會凍山再起 詹學許之雄方想看不到